面对到Delta病毒它可能只剩三层 保护力剩三层 它可能随着接种的时间拉长之后 它可能会下降它的保护力 我们全部都是疫苗孤儿 疫苗现在就是一句话叫 换寡又换不菊 就是你疫苗不够 你才会去在那边 有些人希望能够提早打 有些人就是延后打 因为你就是变成是 你要那个顺序排列就很重要 那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其实政府在疫苗的分配 施打这个策略上面 其实有很多事情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科学根据去决定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刚刚关羽杰有讲到嘛 为什么我们12到17岁的人 要优先打BNT 因为BNT疫苗是这一群人 这一群年轻人 他们唯一可以打的疫苗 就这个科学根据 你可以就是优先把BNT放到他身上 就是我们讲说分配一段是在他那边 因为只有他只能打这个嘛 就是了 但是往后你去看 像比如说最近他们讲这个18到22岁 可以优先预约BNT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他在科学根据上面来讲 稍微薄弱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的根据是说 因为大学生要开学 所以大学生是群聚 他要打 就是赶快打BNT疫苗 但是你就想啊 那大学生等不等于18到22岁 大学生应该是啊 大学生会等于18到22吗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大学生不是18到22岁吗 没有啊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是当完兵回来 念大学有可能不见得是18到22 18到22也不一定是念大学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 那你一说要严格定就是大学生 不是你可以用造车吗 造车对 如果你的科学 因为我们讲 我们就是理工科 就是若P则Q 你如果说你是因为是大学生 所以你要让他打疫苗 那你是大学生的条件 其实用造车就可以 那如果说今天是18到22岁 那我就问你 18到22岁 为什么又突然插车进来 就是你为什么会 你本来的论述是因为长幼有序 是因为年纪相对大的人 他可能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的重症率跟死亡率会相对高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你要长幼有序 冲到打下来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那你现在18到22岁 先打的原因 是因为大学生会有群聚 那大学生群聚这件事情 你就应该要按照 你说教育部造车或什么方式 校园师大也可以 真正大学生 对 所以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本来一直讲说 要冲高第一季的覆盖率 结果现在第一季覆盖率 还没有冲高的情况下 现在第二季AZ马上 第八轮AZ要打第二季 你就发现他们那个政策 一直摇摆不定 那我觉得 今天如果说你疫苗的采购 跟到货的情况是好的 其实大家不会这么斤斤计较 这个优先顺序的问题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啦 对因为你看啦 像比如说以色列好了 以色列他们两季的覆盖率 人口是高的 但是以我们像台湾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的第一季覆盖率 虽然可以到 这会四成多了嘛 但是你说如果是 第二季完成的 那个真的还蛮烧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像以色列 就是完整接种率啦 对完整接种率 那他们就是不去提这个事情嘛 他们只讲说一季 季次人口比 他用这个方式去算 但是以色列他们打完两季的 还是现在突破性感染很多 一天可能会有万人去确诊 那这件事情已经发现说 你可能还要再打第三季 甚至有可能打第四季 所以疫苗它现在有两个因素 可能造成保护力下降 一个是面对到Delta病毒 它可能只剩三成 保护力剩三成 BNT BNT或者其他的疫苗 都有统计数字 没错 那第二个是 它可能随着接种的时间 拉长之后 它可能会下降它的保护力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 想尽办法 能够尽量多取得国际的疫苗 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在你讲这个点上 我们全部都是疫苗孤儿 因为我们追不上第三季 更不要讲第四季 我现在连第一季都还没打到 第二季 我们所谓完整接种力 我们现在追Alpha 人家都人家追Delta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如果按照红安 我们现在就是换寡又换不均嘛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施打 像有的医生讲说 你应该追第二季嘛 很难感想 我们政府就跟你说 赶快打高端 我们高端剩很多 高端量也不足 那陈宗部长上礼拜来我们节目 他承认说高端的量 大概十月才能够顺利 对其实高端 高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产能 就是我们讲说放大投产嘛 那它的产能出不来的情况之下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 在国际疫苗到获的一个 我们讲说不够 不够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是那个补进来的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会爆发 那一旦就是有爆发的情况 国际疫苗到货又不稳定 那你怎么样能够救急 其实高端国产疫苗 应该主要扮演的角度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COVID-19 它的疫情的一个表现来看 它的表现就是呢 为什么我们之前SARS 不会说好像 就是让大家发现说 一爆发的时候 突然会那个 就是你知道人数 突然确诊人数会拉很高 因为SARS它的特性是 它是就是有传染力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症状 对很明显 就是你有症状 有传染力会在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点 但是COVID-19麻烦的点是在于说 它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时候 它就已经具有传染力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一般科学的根据 为什么大家会讲14天 或者是5到7天 会有症状发生 那所以在配合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表征之后 我们才会去设计 它到底进来 为什么要隔离多少时间 所以当时为什么 它我们讲说3加11 它会变成是一个破口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你仔细看 如果它只隔离检疫3天 后面的11天是仰赖于 它的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 所以自主健康管理这件事情 如果又没有做到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 强制的公权力去介入 所以这11天 如果说真的有一两个 就是说它可能比较侥幸一点 它可能真的去把这个 它其实有染病 但它不知道 因为症状还没出来 你也不能怪它 它无症状 它可是它有传染力 那如果在这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它可能去做了什么事情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破口 那当时3加11 为什么他们会通过 我想也是因为当时台湾疫情 就是看起来好像天下太平 平行时空嘛 所以就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再讨论 这个边境的检疫 机组员的检疫的时候 大家其实 你回头去想 五月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可能造成了 800多条人命的赏失 不知道造成医护 这些人员 他们医疗资源的消耗 造成台湾经济的萧条 你在回头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一个好的检疫政策 依据工卫专业所定出来的检疫策策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台湾 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还没有办法很快速提升 那我们唯一一个办法 就是把边境守好 你把边境守好 那我们台湾才有办法回复到 至少像之前一样本土加零 境外是很难阻绝 但是你境外如果守好的话 至少台湾还救得了这些 原本我们讲说不是饿死就病死 那你至少可以把这些状况先排除掉 那我们赶快来加速做 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提升 那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有办法做到 因为你搞大了 你一查全部都飞过LA的那条线 那那边停飞 那这个就是一个损失 那你在讲说机组员平常心理压力大 如何如何 工会又出来吵嘛 那这个就因小事好 那你如果再进入社区 我们再重演五月六月那种状况的话 那经济不能再来一次了 真的不能扛不起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产业 因为这一波的疫情真的很多 就是他们真的是跌到谷底 那政府你在超收 你经济成长率再高 但是你不能够说 再拿我们纳税人 再去来一个纾困6.0 没有钱了 没有钱了 我们现在已经举债到八千 我们不是举债到 其实因为说我们特别预算 已经提高到八千四百亿 而且这八千四百亿 其实现在已经用到 只剩下一千六百亿 一千六百亿里面 目前行政院提出来的 振兴相关的那个五倍券 又要花一千三百亿 你知道如果光业姐 我们再来一次这个纾困 受不了了 你有需要这个疫情 又至于有什么爆发 然后大家产业又要就是降 就是比如说你要这个 这个警戒又拉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钱在纾困 就是没有钱 你为什么要看